看似细小的牙签 你知道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吗 首先铲车将大量切开的原木送到工厂 这些木桩就是制造牙签所使用的原料 接下来使用机械爪将沉重的木桩放进脱皮机中 包皮是制作牙签不可或缺的流程之一 被剥离下来的树皮会被回收 然后卖给邻近的工厂当作燃料使用 脱皮机会对木桩的表皮进行两次打磨 直至将其加工成一个标准的圆柱状木料 接下来将加工好的木桩送至下一个工序 这台滚切机会把木桩切削成纸卷的形状 并分割为12个均匀的木袋 每一条厚1.6毫米宽3.6厘米 最终这些切好的木条会被这个滚轴卷成多个木袋卷 接下来将木条卷放置在这个重调机上 这台机器就会自动完成切条的工作 重调机的切割速度非常快 刀片每分钟可以切割2000次 短短60秒内就能切出8000根牙签 切好的牙签会落入下方的滑道并进入容器 但此时的牙签依旧是软的 所以接下来它们需要在121度的烘箱中硬化干燥4小时 然后牙签被送入打磨设备进行打磨 目的是使它们变得更加细腻光滑 这一道工序大约需要4小时才能完成 打磨完成后牙签现在进入筛筒 筛筒会过滤掉其中损坏的牙签 而完好的牙签则会通过传送带被送往自动包装机 技术器首先清点牙签的数量 然后设备将包装盒打开排好等待装填 接下来包装机就会自动完成装填的工作 这台包装机每小时可以自动装填1150盒牙签 每一盒的数量大约是650根 也就是说它可以在一个小时内 完成大约74万7500根牙签的包装工作 对于部分需要独立包装的牙签 需要使用这台独立的包装机 这台机器每分钟可以包装1200根牙签 包括自动完成对包装纸的打包 粘接和切割 包装完成后这些牙签就可以流入市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启转发 订阅 启转发 打赏 厚专屏 终于itan 判定